作词 李宗盛 也许低下头会哭泣 也许留意需要飞进心里 唯有玻璃敲出不去 一生与苦难做邻居 为他时光已夺走你 什么 在人间有时活着 不像是一场涟漪 我不哭 我已经没有尊严能放弃 当保天那些梦啊 你死在人海里 别难过让他去 这首歌 就当是唱蜜 画在凌空上是编剧 流言一道剑还锋利 静静的脚下又太多 努力 人心有多深不见地 灵魂在他忘不出去 前世想着 我失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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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么在这一集当中 我给大家讲一下 《在有人间》这首歌 那么这首歌 我们有一个新的和弦 是我们叫D和弦 D和弦 我们看一下D和弦是怎么按的 那么这个变调加 我们现在不加 因为是我声音唱不上去 我就加了第五品这个地方 我唱稍微低一点 如果它原调是G调 原调是计调的 计调的话 它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加变略加 但是不加的话 我唱起来有点高 我就加了第五屏 然后用第八度唱了 这样要稍微低一点 我们看一下D和弦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D和弦我们写出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直接看怎么按就行了 D和弦 十指按住 十指按住第二屏的第三弦 无名指按住 第三屏的第二弦 中指按住第二屏的第一弦 那么这就是D和弦 记住 先按 从第六弦往第一弦按 先按第二屏第三弦 然后再按第三屏第二弦 最后才按第二屏的第一弦 那么按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手指要并拢 两个手指要并拢 我们是两个手指在同一个品格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要并拢 然后这个地方无名指再拿过来 按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你不能按成这样子 你不能这样按 我们说两个手指在同一个品格 是要靠拢的 对吧 同时也要靠近品丝 对吧 好 那么正确的按法 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D和弦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弹的是 4 3 1 2 4 3 1 2 我们看这些指法 4 3 1 2 这样 4 3 1 2 4 3 1 2 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两个八分音符 然后再加一个四分音符 两个八分音符 4 3 然后1 2 一起弹 就是大 大 那么这就是两拍 加上前面这个C和弦两拍 C和弦两拍 那么就是四拍 C和弦 5 3 1 2 4 3 1 2 好 那么就是第一个小节 那么这个地方我总共只写了八个小节 写了八个小节出来 那么这也是一个前奏部分 那么后面的主歌副歌部分和前奏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我们就不写那么多 只写这八个小节 那么这个地方计调 计调 那么我刚刚说了 你可以加在第五品或者第四品用第八注唱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原唱的话 我们就直接就不加 然后就直接唱就行了 那么这个要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好 那么这个是和乐理有关的东西 我们以后再讲 以后再讲 好 那么这个曲谱 这个曲谱 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 有没有不熟悉的和弦 刚刚我已经说了 有一个D和弦 咱们是没有学过的 那么D和弦暗法刚刚也给大家说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首歌的还有其他的那个地方 你不熟悉的右手执法有没有 那么这个地方右手执法 右手执法的话 它是一个 5 3 1 2 4 3 1 2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之前我们弹的 5 3 1 2 3 4 3 1 2 3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我们把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5 3 1 2 3 5 3 1 2 3的这个3 给它省略掉了 给它省略掉 这个表现相当于后面的一二两根弦 变成了一个四分音符了 一二两根弦变成一个四分音符 就大概这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面的一个前奏部分 我们是怎样来弹的 同样的我们要把左脚的拍子打上 左脚拍子打上 然后G 然后再C 然后 4 3 1 2 然后6 3 1 3 6 3 2 3 1 2的 这个是熟悉的 然后再来一遍 D G 6 3 1 2 好 那么最后一个小节 这个地方 哇 这几刻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最后一个小节 那么它这地方有一个E 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弹这个和弦的时候 和弦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这个X是按住和弦 然后弹 对吧 那么这个X 这个E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按住和弦之后 我们要拿出空弦的手势来弹这个E 就是什么 就是只有这个十字 只有这个十字 那么就是第二品的 第一品的第二弦 就这个地方 然后再弹一下 再弹一下第二弦的空弦 那么连起来就是 对吧 那么这个E和0 我们也可以叫做和弦的外影 和弦的外影 那么什么是和弦的外影 那么就是说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和弦的内影 和弦的内影就是组成这个和弦的音 叫和弦的内影 和弦外影 那么就是说 不是组成这个和弦的音 我们叫和弦的外影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1和0 那么都是和弦的外影 那么只要是在 就是有X的地方 有X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弹出的光当中 突然出现了几个 几个就是那种带数字的 然后融合在这个小节里面 既有X又有数字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和弦的外影 和弦外影弹出的方法 我们是要拿空余的手指出来 拿是空余的手指出来 按住我们上面所标示的 它怎么标的 我们就怎么按 标的是 这地方标的是 1标的是第二弦的第一屏 或者是第一屏第二弦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之前的弹单音是一样的 它标哪个地方 我们就按哪个地方 只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拿空余的手指出来按它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就这样子 那么这个无名指 无名指我们是不用弹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不用按 那么只是仅仅只是针对于G和弦 那么只有G和弦才有这种 才有这种 就是你不弹的话就可以不按 那么对于其他的那些和弦来说 那么就不行 就不行 不弹的话你还是必须按 那么只有G和弦才有这个功能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小母子也不用按了 直接就这样了 这样就是不是要好听一点 好 那么以后我们会在谱子当中会经常会出现 就是有和弦外译的一些小接 那么这样弹出来要好听一点 不就不仅仅是右手53231323 还会是5312353123 这种比较平凡简单的那些字法了 那么就是加上一些和弦的外译的话 这样会好听得多 好 那么前置部分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这一刻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这个和弦外译 那么对于和弦的转换 还有就是右手执法 这个大链下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新内容就是和弦的外译 大家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和弦的外译 或者是什么是和弦的内译 你大概知道了解它 它那个定义是什么定义的就行了 那么以后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讲 什么是和弦的外译 和弦的内容 怎样构成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这套教材 最主要是着重于谈技巧 技巧 那么阅理的东西 我们会把它抛在一边 专心自制的 我们把技巧练好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弹唱 主歌部分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我还是加上 加上加到这里 加低五频 也许也许真不过天与地 也许底下头会哭泣 也许也许要飞机 请你 那么就是第一段的歌词 那么这个地方有的和弦转换 C换D 那么D之前我没有接触过 那么C换D的时候 那么同样的遵循一个原则 先弹哪个 先按哪个 C和弦 3 2 3 对吧 那么D 4 弹了4 然后3 然后2 3 那么无名指这个地方 它没有按 没有按的地方 没有弹 5 3 2 3 没有弹这个第一弦 那么无名中指这个地方 我们就还是要按 还是要按 还是要按 因为这是一个D和弦 不同于G和弦 G和弦不按了 我们就可以 不弹了 我们就可以不用按 那么这个地方不行了 再来一次 好 看一下 对吧 然后再G 我们这个D和弦 和弦转弯很简单 先弹了一个 先弹了一个 先按了一个 5 3 2 3 然后4 3 2 3 对吧 5 3 2 3 4 3 2 3 然后6 3 2 3 1 3 2 3 那么这个D和弦和我们之前那个DM DM 还有DM7 DM7好像 好像学过的吧 是不是学过的 那么只要是以D开头的 是以D开头的 咱们那个 都是弹第四弦 无论是DM也好 DM7也好 或者是D也好 都是弹第四弦 这个也是和乐理有关 为什么要弹第四弦 你们以后会给大家专门的讲一下这个乐理 好 那么继续往后面 唯有玻璃强 弹出了 唯有玻璃强 出不去 一生与苦难 说邻居 伟大时光已夺走 你 什么 好 停一下 大肌肉 在停的 5 3 1 2 4 4 3 1 2 或者是 6 3 2 3 6 3 2 3 1 这个停 一定要停够 大家左脚打拍子 一定要打四下 踩四下 一定要把拍子给它停够 停不够的话 你可能就节奏上会有出现问题 好吧 你一定要停用 那么副歌这个地方 在人间有谁活着不想是一场恋雨 很简单啊 我不哭 我已经没有睁眼能放弃 这首歌就当是张铃 挂在凌孔上是编剧 流眼皮刀剑太风铃 静静的脚下有再多努力 好 然后再来一遍 人心有多深不见地 灵魂在它往无处去 现实像成龙我十只八一 好 然后有个剑奏 剑奏那么基本上前奏是一样的 同样是这样 你们也可以 你可以弹那个 五三一二三 那剑奏我们这里是 五三二三四三二三 你可以弹成 五三一二三四三一二三 是一样的 然后六三二三一三二三 然后五三二三四三二三 然后再来一个六三二三一三二三 然后再重复一遍 C 然后D 可以这样灵魂一点 虽然谱是这么一标 但是你可以 五三二三 五三一二三 四三一二三 都可以这样弹 交换起来 反复符号 反复回去 我们要再唱一遍 那个副歌 我不哭 我已经没有睁眼能放弃 张宝天那些梦啊 你死在人海里 别难过让他去 这首歌 看这里啊 就当是张力 这弹错了 这里是个D和弦 李这个地方 李这个地方是个D和弦 那么这个地方就从第二段开始了 从第二段开始 那么第一段 第一段这个就不要了 从第二段开始 第二段 然后再重复一遍主歌 然后基本上就完了 那么这首歌 最后的两个小节 谁能证明你在人间来过 三个八音 三个八音 这样扫一下 或者是你这样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吗 如果把变定家取下来 我们会再听一下 这个要高得多 这个要高得多 也许沉不过 尖度雨滴 也许地下头会哭泣 也许流一血 要飞进行李 这样高得多 然后副歌 最软尽有时活着 不想是一场远雨 我不哭 已经没有真意放弃 那么大家如果唱得过来的话 我们直接就不用加编略加 直接就这样唱原调就行了 唱原调好听一点 好听一点 好了吗 这首歌我们最主要的一个D和弦 这个地方一定要会 这个D和弦一定要会 虽然我们有单独把D和弦拿出来讲 但是一定要会这个和弦 然后就是那个和弦的外音 好 那么整个曲子 整个曲子我们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个和弦套路 这个是一个和弦套路 C D 然后G C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 也是很常用的套路 大家去多练习一下 这个和弦套路